我到回忆录不能说的秘密第45篇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丑恶与人性的距离 逼着朋友成为敌人是啥原因导致的呢 一个人的素质和金钱没有自己关系 好的素质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有些人呢用一些不择手段达到了社会地位和金钱 并不一定这个人的素质就好 今天我讲的一位固友是通过同性恋结婚合法移民 我想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这个人的人品素质 昨天呢我在一个国外网站上看到了 他在我的视频下留言辱骂我的父母 激怒我 所以我采用视频的方式聊一聊 丑恶与人性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十多年前 我去东端公园的时候呢 六借用我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 口音 是老乡的口音 我就答应了 因为他讲述了他和老外的故事 说没几天就要出国了 要到我家散住一段时间 我也就出于好心 就收留了他 好景不长 没有几天呢 他和邻居 一起说我的坏坏 让我很生气 把他的包包那些全部认出去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住到我家 居然和邻居说我的坏坏 然后呢 直到下午的时候呢 他又搬着包回来了 向我要认错 说要改正错误 因为人性是善良的 所以我就原谅他 可是呢 狗改不了吃屎 没几天呢 他又犯了 这次我只能搬家 再次把他赶出去 直到他出国后 给我来到电子邮件呢 说他的故事 我才和他回复联系 因为我觉得刚生下的人呢 都是善良的 他每次回国呢 大家做个简单的沟通 也许觉得自己有钱了 变成外国人了 常常在我面前 诋毁我 这次居然在视频留言 辱骂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父母是自然死亡 骂我缺德 我今天做一个视频 我想问一问你 你家人没有缺德 干嘛生了一个姐姐 是精神病呢 一次次次 宠击我的底线 我今天也反过你一次 困难的时候呢 帮助别人 要看清楚对方的人品 不要引浪入室 也就是我这样的结果 不仅影响你的经济 还会影响你的心情 可怜止人 必有可恨之处 能逼着一个朋友 变成逼人 可欠这个人的 可欠这个人的 做人的 瘦腕 臭恨于人性呢 只要想比较 假的 真不了 真的也假不了 我相信善良的人呢 都会得到好报 臭恶的人呢 最终 会得到报应的 非常感谢大家 和我一起 分享我的回忆录 不能说的秘密 丑恨于人性的距离 其实 真的是 让大家看清 真实的面目 叫我杨大庚 我在北京 我的电话是 13701091247 大家如果有啥 分享的东西的话 也可以自己与我联系 好 谢谢